人体如果感冒发烧 通常会伴有头晕咳嗽四肢无力等症状 那平时驾驶车辆的过程中 如果车子哪里不舒服了 众所周知可以通过观察车辆信号指示灯 是否异常去判断 今天小编就给大家科普一下 如何判别车内常见的信号指示灯 第一高速行驶过程中 如果汽车制动系统出了问题 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每辆车上都有刹车系统故障灯 正常情况下拉过手刹该灯会亮起 但当发现手刹放下该灯仍然亮着 那可能就是刹车油耗尽 或刹车片太薄了 第二发动机作为汽车的心脏 如果发动机故障灯亮了的话 就要注意了 如果伴随着水温表和机油压力灯一起亮 那说明可能是发动机高温等 否则的话尽快停车 就近找维修站人员来处理 第三开车时如果发现胎压爆紧灯亮起的话 八成是轮胎漏气 磨损引起的胎压不足 及时下车观察轮胎情况 确认后如若有备胎的话 自行更换后尽快开到维修站补胎 第四ABS爆紧灯亮了的话 可能是传感器感应头 被泥土污染源覆盖或传感器损坏 也可能是ABS泵内部问题 需全面排查 第五水温指示灯 用以呈现发动机内冷却液的温度 高档车可以直接反映出温度度数 否则可以通过观察指示灯颜色判断 熄灭为正常 红色是高温 蓝色是低温 红色亮起的话不处理 对车辆影响很严重 长时间会造成发动机刚开裂变形 那你估计就要破费的换发动机了 日常驻行谨慎为先 大家如果发现汽车有什么异样 应尽快处理 切勿抱有侥幸心理 以免影响失大